其实在私底下聊的过程当中 我听说他说过一句话 如果今天挑到一个比较心仪的主播的话 他会当场脱衣服绣肌肉 有这样的事情吗 如果有很火辣的面子 我觉得可以 好 来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参赛选手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那小课堂 但今天想那就来给大家讲 当你们和男朋友吵架后 女生该怎么办呢 首先先来教大家一下萝莉版 欧巴 别生气了 你看你都眉头的样子都不帅了啦 大家学会了吗 欲杰版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欲杰版 心眼这么小哦 要是敢到我们口都踏出半步 或者把我前天抓拍你刚洗完澡没穿衣服的照片 放大24寸 上个钉框 挂在你们公司电梯间门口 也让你们全体员工 一睹他们总裁一样的风采 哟 知道规定认错就对了 你知道吗 亲爱的 如果今天不分手 就是我们在一起 一周的纪念日 来我给你跳支舞吧 谢谢大家 我现在还没有从这种 刚才那火辣的 不到我这种反应过来 非常多变 前面是能卖萌 后面直接是忽然变得非常性感 所以说我给你了 三位导师 如果说你们想选他作为你们的学员 接下来的路 你们陪他一起走的话 各位请抉择 我是肯定亮了 不管你怎么做 他已经为你留灯了 倒是五个数 五 我是让给你吧 我就不跟你抢了 我想找最大一点 四 这个 这个都别和我抢 刚才那个真的op 谢谢 三 二 一 恭喜我们的安娜 和我们的死亡宣告 黑队成功 最近也加入到了死亡宣告的战队 来继续 让我们邀请下一位学员 来自我介绍一下 这个哈喽 三位导师和观众大家好 我是一个主播 我叫 你刚才说你是主播对吗 对 我现在是移民主播 那你自己认为你作为一个主播 你的优势在哪里 呃 我是一个 比较能说会到的 我跟你们说啊 直播间的观众都是冲着我的口火和我的手艺来的 等会 诶 打口 等会 这叫口才 好吧 口才 哦 刚才好像说错了什么 对 都冲着我们的口碑 口碑 的手艺来的 哦 嗨 吓我一跳 不知道这个直播间都是干啥的哈 那你既然说到了你的口碑好口才也好的话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秀一下 呃 好的 呃 再来我叫MT里面一段 母牛碎碎念 哎呀他妈的气死老娘了 我这么青春可爱温柔贤 猪圆育 波他准飞 前天吼笑 风情万种 没清不消 寒净死 美活动人 挺地一律 折折起花 焦灯妖饶 恶挪多姿 只如小公桌 口温含 汁单 剪剪 剪剪 不精妙 细不创 回毛微笑 百眉 生了六个粉带不颜色的小母牛 你们居然神气我 哎呀这段真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很多网友都不会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他说什么 其实我们的注意力都在外面 比如说我们会集中在脖子以下腰上 你不要笑就说了几本啊 我会我会集中在口这个 口活上面是吗 集中在口 口台上 口碑上 真的真的说的还蛮错 因为我我说我说下来的 但这只是小秀一下 真正的才艺还没有展现出来 是吗 嗯 呃对 我一直在直播间的时候就作为一个不会跳舞也不会唱歌的主播 然后今天是要表现一下在直播期间从来没干过的就是跳舞 哦来开始你的表演 好看完这段表演让我想起最近在小咖秀当中很火的一段就旺仔流奶有没有 我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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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不了了好吗 我受不了了好吗 这个也是我刚刚跳的是一个太极 因为我以前是大学的体育老师 这个太极拳因为我你看我跳的和广场舞一样 嗯 就恨不得后面配上一段小苹果 其实呢我的主页是中国式摔跤 摔跤啊 对 你信吗 我觉得有点不信 哎你头又累了好多 不要自家脊椎病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昨天也是健身练太多了 所以说这个这个这个你懂的 脖子肌肉感觉 这个理由可以了 这个理由可以了 没有但是我觉得我身边这位我觉得他应该是肌肉比我更强壮的 我想让他上台试一下 看看真的是验证一下真的是摔跤吗 这个验证摔跤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还是由Sky老师自己来比较好 别别别别 你先上帮我帮我测试一下 我来吧 你俩别推了要不一起上吗 我来吧 因为我不信这么娇小身体 把我自己大块跳啥乖道 小心点啊 中国武术博大精神 来 来讲掌声欢迎 死亡宣告 来这下家说最美宣告 亲身去体验了一下 觉得很有力量 能把我这种180斤的大汗摔过去很不容易 这个不好意思 这个没有想到出这些意外 也是因为我安全措施没有做到位 没关系 男生受点伤 所以一会你还会选择他吗 虽然很对不起他 但是我依旧想选SKY老师 看得好 看得好 因为是这样的 我也特别想 因为我看了这个技巧之后 我觉得我要让他来教我了 好 我们三位导师 现在请给你们一些时间考虑斟酌 如果你们想要把他纳入自己的战队的话 请亮灯 来各位请准备 四三二一 就为了摔吧 就为了摔他是吧 不管怎么说 恭喜牛奶 成功到我们SKY战队 有请下一辈学员 《位置面》 《位置面》 你不是在跳过走 自己成功到你 你找不到你 我当心摆不打一个 如果你能缘黄 你真的是 我们实在不与点 有个人 老人 如果有人在要 崩子 温似 你 你 上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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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评委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我叫雷凯璇 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 我是服装表演专业 就是我是一名专业模特 谢谢 好 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 就是为什么会来参加我们这次最强星主播 说的最直白一点 就是我是来拿冠军的 我就冲着这一百万来的 你觉得你凭什么就能拿到这个冠军 拿到一百万呀 我觉得我的颜值就只一百万 谢谢 这个很有自信的选手 干得很好 而且这段舞蹈然后配合这个音乐 真的是让人很嗨 尤其是内心里面 我都已经完全心脏都要快跳出去了 我是完美 我们刚刚弄成这个样子了 好 现在三位给你们一些时间斟酌考虑一下 如果说你们愿意选她的话 请亮灯 来 各位 天哪 三盏灯同时亮了 这个了不得了不得 就是看来真的是迷惑到我们不只是男老师 同时我们的杨阳老师也是被迷倒了 你选择她的原因是 没有啊 颜值高啊 颜值高身材好 然后又会跳舞 跳得好的妹子 在直播市场是很有价值点 很多人愿意看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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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来到你的战队呢 呃 你刚刚老师可以做的我都可以做 这因为这些很容易 然后同时呢玩可以去 呃 比如说我们战队大家也知道有很多的明星 我可以让一些明星过来 然后让我们一些 呃 清讯小孩 然后帮助她把游戏打得更好 而且后面几期玩会 请一些 更大潢的嘉宾过来 然后一块帮助 到了你这就除了脱衣服 其他的没有什么 你现在脱衣服我觉得 他就为人力很强 秀个胸肌 哇 哇 真的要来啦 要脱了 要脱了 现在节奏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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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说说就是如果说他今天为你 好几次 有一个心意的女选手 为他脱掉上衣展现自己的肌肉 所以说现在面临三个老师同时选择你的状况 你会为了他心动吗 大家说会吗 大家说的就是我想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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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最后的选择是 我选他 我爱你 你是我的冲 还有顿时有一种 给人哄领的感觉有没有 所以说接下来你的意思是 我决定把他当作我的冲 哇 这个姿势好像不太像当喜悦的意思 这个姿势好像有点走出片场 那话说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